新闻一开始来看 有个是一间没开始准受交通规则发生的异画 数字上中水路里边 一台小载的机车 买到外入去1222航口的时候 跟另外一台地形的机车发生收容 整个异画发生的过程 都被路口的禁止去全部摄下来 车后的卫兵 让人看到是心惊惊 两个人站着机车小载 天在那路边准备到外 顺买到一跨过去 马上就跟地形的机车收容 地形的机车也会弄上安全的 当地的机车说 这个地方常常发生速度 因为没有交通合纸 大家都没收入这些收容 对啊半年内就发生了三四次 对啊 怎么会这样 是没有号次吗还是 应该人们就是都想要充快吧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那种 你呢 我觉得应该要有 那个红绿灯或是那个 发马线因为人也要过 或是那个摩托车要通行这样子 对啊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建宏表示 这个地方没亲烦店 也没有表示机车不能站在那里线 要到外的机车 因为没注意后边有车才会发生意外 收容之后做生才能受伤 好知都没有信仰危险 经调查该路段没有划设进行机车的标志 那所以机车是可以骑成在内测车道 如果行经五号制入口 应注意那个干支道的路权 或者是少线道要让多线道 那再来就是转弯让执行车 当电机边表示 这个路口定定的出车好 虽然还有头前的路口有亲烦店 也有机车带转去 不过就所变中 这次探紧一时方便在这里登关 希望高峰单位可以检查这个问题 是不是把路口放起来 撇变速度一再发生 多长新闻 一场生活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